哈喽宝贝,又到了近视讲历史的环节,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满清的宗教战争,心在卖家的中国人。 前段时间,央视的《一带一路》的节目中,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场面,一个年轻的央视记者采访了一个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老人,您说您家以前在陕西,那请问您知不知道您们的祖上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吗? 那个东干老者听到这个问题,脸上露出了诧异的神情,但是看到那个年轻的央视记者一脸天真浪漫,似乎并无恶意,于是沉淫了片刻,用一口地道的陕西话回答道,太久了,饿得几不久了。 我们不能怪那个年轻的央视记者无知,我相信就在这一刻,绝大多数的听众也不知道,那个东干老人究竟是什么人。 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他们是清朝的埃塞斯的后代,被左中长带领的乡军从陕西一路打到甘肃,再到宁夏新疆,最后翻越雪山,逃到了这里。 从陕西出发的时候有二十多万人,最后翻过雪山的只剩下几千人,这些人留在了俄国境内,翻眼生息,成了东干人。 不过这虽然是一段大部分人所不知道的历史,但它依然是我们以后故事里的故事,这里我们就点到为止,在序言里我们要谈一谈一些更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每一种宗教进入中国,都一定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听到这个说法,估计大家都会很惊讶,难道佛教进入中国,也一样杀得昏天黑地吗? 是的,所有的宗教一旦崛起,都一定会成为挑战统治者的利器,就连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东汉末年,也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动乱。 张角三兄弟利用道教的一个分支太平道,组织了几十万人起义,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段历史三国演义的开篇。 至于佛教,那更是折腾了上千年,他的一个分支白连教,几乎就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挥之不去的梦魇。 元明清三代,打着迷了转世旗号的农民暴动和起义,大大小小不下数百场,最成功的大概是元末的红金军起义了。 朱元璋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据说明朝之所以叫做明朝,是因为取了明王转世之意,他就是白连教中的一个重要信仰。 甚至连我们大部分人所不怎么熟知的魔尼教,也就是以天屠龙记里所提到的,那个从中东传来的魔教,在宋代也被方拉用作反抗政府的组织方式,最后害的梁山坡108条好汉,大部分都死在了江南。 当然,这是小说笔法,在真实的历史中,方拉是被欲炼神功,必先自攻的北宋大太监铜罐剿灭的。 有人考证说,葵花宝典就是铜罐所著,据说他率领八十万禁军,用东方不败的神奇武功击败了魔教六大长老,用绣花针扎死了擅长乾坤大挪移的方拉,扑灭了魔教, 把余党逼上了光明顶,一直等到张无忌无意中找到了阳顶天流下来的秘籍,名教才再次光大,当然,这也是玩笑。 不过有一种说法认为,朱元璋也可能是魔尼教中的一员,事实上自从汉代开始,中国每一场农民起义,或者一场少数民族大叛乱的开始,背后都一定有宗教的影子, 就连我们所熟知的安史之乱,其实凝结叛军们的精神力量,就是索罗亚斯德教,也叫拜伙教,安禄山和他手下的苏特人都是信仰这个宗教的。 至于近代的太平天国,那更是一个明正,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讲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所以,要谈中国的历史,就一定离不开宗教这个话题。 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和外来思想碰撞融合的过程,任何一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力量, 要想推翻当时的政权,都只能借助某种宗教思想以及它的组织方式,才能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进行挑战。 因此如果回避宗教问题,就无法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也就做不到仪式为鉴。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谈伊斯兰教,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伊斯兰教是在中国社会里超然的存在, 不能讨论,不能批评,地位甚至高过了中国的执政党,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是一种认识上的极大错误。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因为但凡是一种成功的宗教,它一定会有很强的争夺领导权的能力, 它一定会有很强的扩张能力,都会表现出它的两面性, 它一定会在你国力强大的时候,表现出和平友善的一面, 千方百计地对原有的文明进行渗透和腐蚀, 它也一定会在你国力衰弱的时候,露出猙獰的一面, 试图对原有的文明取而代之,这常常就意味着动乱, 意味着流血,意味着战争。 而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三大宗教之一, 它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自然也不可能回避这个客观规律, 相对平和的佛教,尚且花了上千年的时间, 才完全融入了中国文化,更加激进的伊斯兰教, 那肯定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作为一种和中华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 它不可能不和中华文明发生碰撞, 在历史上它也曾多次试图取代儒家文化, 在中国建立纯粹的伊斯兰政权, 从原末的伊斯巴西战乱到清末的西北大叛乱, 每一次都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悲剧, 几次差点分裂中国,教训不可谓不沉痛。 可惜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宗教政策舍本逐末, 居然让伊斯兰教凌驾在中华文明之上, 变成了理论和历史研究的禁地, 正是因为这种鸵鸟政策才导致了新疆极端宗教势力的泛滥, 酿成了一连串的惨剧, 为了收拾也为这种政策导致的烂摊子, 国家现在不仅仅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成本去维护穆斯林地区的稳定, 也因为打击极端恐怖分子的行动, 被西方敌对势力故意曲解, 造成了我们在外交上的极大被动, 我们为这种荒唐的政策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多了, 是时候该纠正了, 所以本书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 就是发生在清末, 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一次剧烈冲撞, 一场涉及了三千万条生命的战争, 一场涉及了大清国运的战争, 它是每一个中国人, 包括穆斯林在内, 都必须了解的惨痛的历史教训, 只有避免这种事再次发生, 中国才能再次强大, 每一个中国人, 包括穆斯林在内, 才能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 作为序言, 我们要普及一下背景知识, 一切让我们从伊斯兰教的由来讲起, 伊斯兰文明也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众多文明中一只灿烂之花, 如果我们退回到中世纪, 伊斯兰文明远远高于当时的基督教文明, 仅次于中国的儒家文化, 伊斯兰文明也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众多文明中一只灿烂之花, 如果我们退回到中世纪, 伊斯兰文明远远高于当时的基督教文明, 仅次于中国的儒家文化, 1453年的5月29日, 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 攻入了罗马帝国的首都军事坦丁堡, 这一天是伊斯兰教最辉煌的一天, 他登上了这个文明历史的最高峰, 1526年的4月21日, 蒙古人的后裔, 规划了伊斯兰教的巴布尔, 在印度建立了莫沃尔王国, 伊斯兰教的扩张达到了顶峰, 这个时候, 从整个北非一直到阿拉伯半岛, 欧洲的部分地区, 中亚的整个地区, 印度的大部分地区, 以及中国的新疆, 全部都皈依了伊斯兰教, 他所写的人口和地区, 远远超过了另外两大文明, 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 公元610年, 麦加的阿拉伯商人穆罕默德, 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础上, 建立了伊斯兰教, 从他建立之日起, 就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扩张趋势,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就在今天的阿拉伯半岛, 伊拉克和伊朗建立了阿拉伯帝国, 随后又开始不断向四面渗透, 伊斯兰教, 从唐朝就由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 但一直不能在中国站住脚跟, 蒙古人西征的时候, 俘获了大量的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半农耕半游牧民族, 把他们带到了中原, 参加了对南宋的战争, 从此伊斯兰教就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 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最初在中国被称为回汇或者是回民, 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 他和今天的回族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回族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新出现的一个民族, 在此之前并没有这个民族, 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时期, 都不承认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是一个专门的民族, 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 那么信佛教的就应该是佛族了, 信仰道教的就应该是道族了, 那样不就乱套了吗? 今天的回族啊, 只是因为父母是回族, 而他们本人未必是伊斯兰教的信奉者, 即使是信奉者, 也和以前的回会不是一回事, 我们在讲述中不可避免的会提到回民, 在清朝, 回民是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人, 和今天的回族没有半点关系, 所以大家不要过分的敏感, 进入中国的伊斯兰教和儒教的竞争中, 虽然大部分人都放弃了这个信仰, 但是始终有一批非常坚定的信奉者, 绝不动摇, 这些坚决拒绝中国化, 一心想在他们脚下的土地建立起一个伊斯兰国的人, 后来所有的冲突都由此而生, 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在于, 他对于你的生活每一个细节, 所有人一生中吃什么, 穿什么, 喝什么, 甚至怎么搞个人卫生, 几乎都有指导, 系到了这个程度, 反而导致他缺少回旋的余地, 容易和其他的文明发生冲突, 也不容易被其他的文明所吸收, 首先呢, 大部分东亚文明圈的人呢, 很难理解穆斯林的价值观, 根据史籍汉译本第二卷记载, 基督将向忽必烈告密信仰伊斯兰教的人, 他们的古兰经中, 有无差别的把一切多神教徒全部杀光的说法, 忽必烈半信半疑, 就把信仰伊斯兰教中的一些有学问的人叫来, 然后问其中一个名叫别哈丁别海的最有学问的人, 你们听从古兰经的教导吗, 别哈丁别海回答, 是的, 那么古兰经里头是不是说要杀死所有多神教的教徒啊, 忽必烈继续问道, 别哈别海回答道, 是的, 听到这里忽必烈有点生气了, 那你们为什么现在不来杀这些异教徒, 别哈丁别海的回答是, 事后未到, 于是忽必烈大怒杀了别哈丁别海, 不过为了统治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汉族, 依然还是重用了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色母人, 并给予伊斯兰教特别的优待, 又比如清初广西巡抚朱春, 在第一次看到古兰经时, 大惊失色, 特别是看到可以杀死其他不信教的人这一条以后, 由于不能理解其中的价值观, 觉得简直是大逆不道, 立刻发动了一场牵连甚广的文字狱, 这就是初清著名的海富润案, 好在乾隆皇帝比较有大局观, 只是说伊斯兰教比较愚蠢而已, 不要大惊小怪, 然后把所有的犯人都放了, 避免了一场冤案, 虽然从他的举动上来看比较是大度, 但是从他对伊斯兰教的评价上来看, 依然是有偏见的, 早期的伊斯兰教, 大部分是由中亚的半游牧民族带来的, 游牧民族的一个习惯是, 如果缺什么东西, 先想到的就是去抢, 如果抢不到, 再去做生意, 这种文化跟信什么教没有关系, 它是游牧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 你想想, 匈奴人啊, 蒙古人啊, 不是都这么干的吗? 草原文明和中原文明不同的另外一个地方是, 他们更喜欢用武力的方式解决争端, 而不是像汉族一样, 有事没事就去告官, 而最早从中亚地区牵过来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 难免会保持了一些草原生活的习惯, 这让以农耕生活为主的汉人, 根本无法理解, 特别是明清两代的官员, 他们还是以农耕文明的价值观作为道德的取向, 所以林泽徐说, 毁民则无处不有, 且良善少而耿顽多, 既如永平所写之取同回庄, 无非聚而为道, 陕西巡护恶毕说, 西安各属回民, 素护相联络, 那痴心其力重, 欺凌汉民, 强横无礼, 盗窃攻行, 屡燕实受其害, 偶有发觉, 不过照常完结, 且拥诺有私, 与回民相殴, 为之伤命, 遂不通报, 已是养成凶横, 这些呢, 还是比较好听的话, 太难听的, 我也说不出来了, 清廷有很多的官员在上奏使, 故意在回字边上, 加上一个反犬旁, 已是清面, 而且还在大清律外, 专门设置了13个新条款, 惩治穆斯林的暴力犯罪问题, 这种生活习惯上和其他民族有太多的不同, 导致双方很难融合, 从而容易诱发矛盾, 实际上除了这些问题以外, 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过程中, 最大的问题是, 由于他的文化独特性, 让他无法轻易的从属于儒家文化之下, 而这一点, 导致中国的精英集团, 对他抱有很深的成见, 其中, 最重要的问题是, 伊斯兰教本身, 就是一套非常完整的法律体系, 在元朝古兰经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回惠法, 它有一种天然的倾向, 要挑战世俗的管理权, 它很容易让信徒产生一种按照教法建立国家, 并且按照教法进行生活的期望, 而这种期望在任何一个当权者来看, 都是大逆不道, 另外伊斯兰教还有一种强烈的传教情绪, 这也会引起本土主流价值观的强烈反弹, 特别是他崇拜的是遥远的异国, 而不是本土的祖先, 更重要的是, 这个异国不像佛教中那样是个虚无缥缈的存在, 沙特阿拉伯的卖家是现实的土地, 有真实的统治者, 这会让统治阶级觉得这些人都不可靠, 再加上信奉伊斯兰教的知识分子, 会不自觉的去学习阿拉伯语, 更由于他们的人生目标是有一天去卖家朝见, 这必然导致他们用在四十五经上的时间不够多, 因此他们进入仕途的也很少, 和儒家知识分子接触的更少, 所以双方之间形成了一条深深的鸿沟, 明代著名的知识分子顾兴武就曾经说过, 为回回自首其国俗, 终不肯辩, 皆为党伙, 为豹驴燕, 以类朝之德化, 而不能殉其顽旷之习, 由此可见, 双方偏见之深, 所以伊斯兰教从来就没有打动过中国本土的上层精英知识分子, 不过由于在明代, 精英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非常的自信, 而且他是整个东亚的价值观, 所以反而对伊斯兰教非常的宽容, 有点像今天的美国和欧洲, 由于文化上的绝对自信, 一点都不害怕各种杂音, 对于各种异端都是非常的容忍, 但是随着满人入关, 一切都开始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 大清帝国的统治者非常害怕别人说自己是敌仪, 不是正统,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所以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态势, 强化对思想上的禁锢, 容不得半点异端, 而与此同时, 由于大明的崩盘, 中国的伊斯兰教徒们对儒家文化, 也从仰视变成了质疑, 而马来池带回来的伊斯兰苏菲派教义, 更是一下子把中国的伊斯兰教水平提高了几个档次, 立刻把很多原本信仰藏传佛教的其他少数民族, 吸引到了伊斯兰教的旗下, 从而扭转了从清代以来, 穆斯林不断减少的趋势, 第一次出现了人数大规模的增加, 让他们开始变得自信起来, 而这一派被称为旧教, 而随后, 一个叫马明星的伊斯兰教徒, 在乾隆年间去阿拉伯世界求学以后, 带回了更加吸引人, 也更加极端的教义, 史称新教, 这一派不仅仅聚集了大量的传统穆斯林信徒, 更是吸引了大量的非穆斯林信徒, 对传统的其他的穆斯林教派, 以及清政府构成了挑战, 也让他们自己极端自信, 随后发生的事情看似无厘头, 新教和老教斗殴, 闹到官府, 然后新教认为官府不公, 袒护老教, 居然杀了清朝的官吏, 随后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起义, 被清朝镇压下去后, 不久又再次起义, 究其本质, 其实就是伊斯兰教重返中国以后, 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挑战儒教了, 虽然乾隆调集重兵, 选用能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扑灭了叛乱, 宣布新教为邪教, 信者必杀,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新教虽然死伤众多, 被迫转入地下, 但是人数却不减反增, 那些被流放出气的新教徒, 也在各地生根发芽, 建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秘密网络, 到了闲童年间, 反戈一击, 南北呼应, 差点分裂中国, 建立伊斯兰国, 可见重返中国的伊斯兰教威力之猛, 今天的文明社会, 是建立在由希腊文明发展而来的科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之上, 如果我们抛弃成诸理学的糟帕, 回归孔子的本来思想, 儒教思想和希腊文明的精神, 又一曲同工之妙, 它依然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瑰宝, 相反, 虽然伊斯兰教也有辉煌的历史, 博大精深的思想, 但是, 它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无法同现代科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相对接, 所以, 无论它多么玄妙, 终究也不会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 所以, 伊斯兰教也深深的明白这一点, 他们知道, 若想在这一片土地上生存, 就必须消灭儒家思想, 消灭中华文明, 正如著名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作家张成志, 在讲述新教历史的心灵史中, 所说出的他的真实想法, 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 对于一切纯洁的来说, 中国文明的核心, 既是孔梦之道, 是最大的敌人, 若想存活, 就必须防止其中华文化中的孔梦之道, 甚至是中国本身, 新生和摆脱厄运的唯一出路只有一条, 即战胜孔梦之道, 对于伊斯兰, 这种拥有强烈情感的宗教, 对于哲和忍业, 这只把感情推到殉难苛求的伊斯兰一端派别, 孔梦之道化, 世俗化, 中国化, 乃是比公家更凶残的敌手, 这里的公家, 指的就是清政府, 虽然外来的伊斯兰教, 从来都没有打垮过清政府, 但他拖垮了清政府, 最终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让中华民族一度跌入谷底, 说到这里, 我们要再做一个总结, 虽然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啰嗦, 但是没有办法, 不理清这些概念, 本书总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非难, 所以我们干脆在序言里把一切说透彻, 在国外, 所有的伊斯兰教都是好的伊斯兰教, 但是在中国, 只有那些愿意融入中华文明, 愿意维护祖国的统一, 爱党爱国的伊斯兰教的教派, 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 所有那些想抗拒中华文明的融合, 不愿意接受世俗政府统治的, 以心想搞分裂伊斯兰教的教派, 都是邪教, 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 在我们的故事里, 那些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而战斗的穆斯林, 他们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信徒, 值得我们敬仰和缅怀, 而那些搞叛乱, 搞分裂的极端宗教分子, 虽然他们也打着伊斯兰教的名义, 但他们都是一群爆恐分子, 他们信仰的并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 这一点请读者们注意, 本书中提到的老教和新教, 都是清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和今天的老教和新教也有着本质的不同, 他们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早已抛弃了那些极端信仰, 所以除非是别有用心的人, 或者是爆恐分子, 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明白, 本书既不涉及民族问题, 也不涉及宗教问题, 他讲的仅仅只是一个历史故事, 所有热爱中华文明的伊斯兰教信徒, 一定会乐见本书的发表, 而且了解这段让三千万人丧生的往事, 可以起到一世为鉴的作用, 让大家牢记过去的教训, 更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这也是本书的写作目的,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做上时间机器, 重回到那段腥风血雨的岁月。